大甲陷藍宮董事長顏清彪 親自宣布媽祖繞禁言起舉行 態度出現大逆轉 原來是前一天他連夜南下 跟相關的宮廟溝通之後 所有人的一致決定 從頭到尾 也沒有說一意孤行 就是聽政府 沒什麼壓力 這個時候就大家安全最重要 也就是主持人要求人 強調沒有一意孤行 更沒有感受到壓力 不過其實為了避免遶境 變成疫情的防治缺口 從中央到民間 反對聲浪一波接著一波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陳時中 還親自打電話來溝通 就連網路上的民調 也有高達94%的民眾反對 我想這個是一個 很因應人民的期待 而且符合疫情做的專業判斷 那我想對於其他 想要再用政治力的方式 然後想要藉由這一些活動上面 以及議題上面的操作 然後來要去做政治上的操作 都可以免了 那甲麻確定延期了 樂劍知道的做法嗎 我們配合他們 去買客戶 原本受邀出席的前總統 馬英就也強調尊重專業 而為了防疫 許多大型活動紛紛跟進 像是蔡英文總統就宣布 520就職典禮取消 另外新北市萬金石馬拉松 白沙屯 媽祖繞進 和北港朝天宮都宣布取消 以及桃園龍德宮 也將八天的繞進活動 縮短成六天 還有很多地方陸陸續續都要辦 只要有一個案例在裡面 它的傳染力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政府一定要有一個作為 而不是把這個事情丟給廟方來做處置 我覺得這個不負責任 雖然媽祖繞進決定延期舉辦 不過藍營立委對政府把責任推給廟方 痛批不負責任 不過在防疫優先的前提下 任何大型活動或許都該重新思考 是不是要繼續舉辦 歡迎新聞楊格李佳化 台北台中採訪報導